大家好,我是北木 今天北木观察的话题是 义和团归来,王沪宁弟子,还义兮而久世 在3月28号,两岸举行了一个关于台湾问题的研讨会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的院长叫刘国生 这个人啊,他是一个资深的中共方面的台湾问题专家 他的观点也是属于主流的,受到中共官方的重视 而且这个人还更有一个很显赫的背景 他就是当今国师王沪宁的亲传弟子 就是说王沪宁原来是他的指导老师 他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这样一位学生 他和王沪宁有一种很密切的这么一种关系 他在3月28号这个研讨会上讲了这样一句很平常的话 他就是讲台湾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不是坏事 而且他以自己的那个孩子举例子 就是说是这个孩子不独立,反而我不放心 意思就是像我们平常人讲的啊 每个人都有他的那个独立性 他在更大的程度上 他应该说对自己的那个某些行为啊 这个负起责任 只有这样才能成长 大概就这样一个意思 没有什么新意 结果被大陆的一个微博给举报了 举报的罪名很严重 说他宣传台独 不仅仅这个人举报 后面还跟了一长串的人 也在为这个那个举报者 呈要打气 他们讲说是要求这个对于刘国申 国家也有关方面对他进行那个处理 要去学校开除 这个国家发办 是吧 就是那个抓捕这个刘国申 这意思啊 刘国申的这个命运 我们就想想很像文革中 那些那个通敌分子 通台分子 通奖分子 这个给人的感觉啊 是那个非常的可怕 大有这个那个文革再来啊 义和团重现之事 我们知道 关于台湾问题 就是大陆一个那个 一个最基本的底线 就是你台湾 只要承认一个中国 就是有九二共识 那就行了 就是说是大陆也没有想到 说是马上就要 呃 统一台湾 他现在只要说是 你两岸有这个共识 呃 这个就 就对那个台湾的要求 呃 算是就 呃 达到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啊 就是呃 台湾 他不承认那个 这个那个 对那个九二共识啊 像蔡英文政府他是呃 呃对此啊呃 呃 呃呃呃呃呃呃 呃这个这个问题就在这儿 事实上从邓小平提出那个一国两制呃 呃到现在呃 这是我相信对于两岸大陆政策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这是常识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在里面 按说刘国申他讲的这些话 这实实在在的就是重复大陆的那些口水话 就是说是两岸同为一个中国台湾你可以自己台湾的内政你自己的处理 甚至在邓小平的时候就是认为台湾的外交台湾的军队都是可以自己保留的 他对于台湾提出来的一国两制 这种宽松的程度是远远高于香港问题 因为两岸它事实上是两个中国人的政府 这个实际情况和香港的情况不一样 就台湾和香港的情况不一样 香港是作为殖民地 中国要收回香港 而台湾的问题是事实上由于内战形成的两个政府 大陆的底线就是说你承认中国主权就行了 当然剩下的必然是不仅是独立而是高度的独立 这个独立和宣布那个主权的独立完全是两码事 这个刘国深讲的他就是讲的那个智力上的独立 而且这质地上的独立不仅仅对于台湾可以适应 说实话其实对于中国的这些自治区 大陆地区的这些自治区 这些省这句话也完全适应 因为不同的地方有它不同的特点 它就是要相对的要有它的一些权力 不然的话一切东西都由中南海定的话 那就要回到计划经济时期 高度集权的时期了 那要回到文革时期了 那怎么可能有后来这种经济的发展 我们知道在改革开发以后 中国就办了一些特区 香港特区 深圳特区 上海那边也有它特事特办的性质 东部地区的政策和西部地区就不一样 我们看在一些自治区 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和内地就不一样 所以有些地方的政策有它的独立性 这个完全是正常的 而且也是事实上大陆的实施的 既然在内地一些地方 在内地可以说所有的地方 在改革开放以后都享有了一定的独立性 那说台湾 这样一个地方就是 大陆还准备 目前就是说未来 希望完成统一 现在嘛 就是两岸的 致力于两岸的和平 这是我讲的 按照大陆官方的宣传的口径 是这样子的 那么作为一个官方的这样一个智囊人物 也是一个官方的学术机构的领导人 他讲这个话有什么错 我相信有常识的人知道他这个事情 这个话子讲的简直是普通不过了 但是为什么一些人就很敏感的要举报 并且要开除他 法办他 这个就很令人深思了 这个人深思 其实我认为举报他的人 或者要求开除法办他的人 他们未必认为刘国申 想搞台独 在这个里面包藏有什么 和大陆的这个台湾政策 有不同的这方面的那个获勤 而是处于一种整人的这样子的目的 可能在某些时候啊 刘国申的一些什么那个做法 让他不爽了 也许他这个人本身就是 刘国申的朋友同事熟人 可能刘国申在某个小事上 让他不高兴 那么他就借着这个 关于国家制度 国家走向方面的这些 那个大政方针的问题 给刘国申口帽子 借着这个来整人 这个就我们要回到 那个中国历史上 这一些那个事件了 我也知道从明朝的时候 当时啊 这个那个实行一种 那个对阳海 这些封锁的这么一个政策 人证人的时候 就最好用的一个 一顿帽子就是什么 就是你同卧扣 给你这顿帽子戴上以后 你就能必死无疑 在清朝末年的时候的 裔和团 大家知道 这个做事是更为离谱 裔和团 他其实就是乡间的一些乡民 他们由于和这个 那个基督教的这种 这种对立 很可能里面就牵扯到 那个许多乡间 这个私人的利益 那么他们就利用啊 这是那个 这个法阳教 这样一个政治正确 他杀了很多的基督教徒 这些基督教徒啊 在那个后来的这些 这些那个教材里面 说是那个教 这些基督教徒的乡间 欺压百姓 其实我们知道 基督教 在中国那个早期 本身就是弱势群体 为了自保才加入基督教的 都是那个乡间 那这个很多啊 那个这个 比较那个势单力薄的啊 这个门厅比较那个 衰弱的这些那个 这些人加入基督教的 他在那个乡间 他加入基督教 就是为了避免被乡间那些 恶霸欺凌 才有这个做法 很大程度上 基督教由于他的教育 和他们加入着 这个团体的组成 其实他是很难 在乡间 那个对其他的 是吧 名门望族啊 这些在一个 那个乡间的 脱皮无奈 其实他的根本 构不成威胁 这其实在后面啊 以后的那个宣传啊 这种教材 对他的 对这种基督教 早期的一种 无名化 这些我们就 不用讲 当然有个别的人 个别的教徒 可能也有 那个出格的地方 那总体来说 这不是一个主流 也不能构成 这个义和团 撒这个教民 这样一种 那个借口 我们这个义和团 他不去杀教民 而且他以后 在那个受到 慈禧台湖的征召以后 他是无恶不作 在北京区啊 是拱打使馆区啊 有杀人 杀洋人 烧教堂 在 在北京地区啊 就是说 从 七路地区 从 这个河北啊 山西这一带 那个义和团 一进北京 他是那个 烧杀盈利 是无恶不作 这些人 就是说 最 还有一个 很典型的例子 就是说 他在 河北保定 这个地方 一家人里面 搜出一根火柴来 就以这个 人 那个 通敌 通 这个 那个洋人 为名 把一家八口人 都杀死了 是吧 这个义和团 来了以后 不仅仅是普通的老百姓 大霉 就是那个 有一个 安徽巡抚啊 他在那个路上 在北京 的那个路上 起码经过 看到那个 义和团 那个胡作非 给他们说 说你们不要这样做 你们这样做以后 如果说是 极其各国的 这种 反弹的话 那么我们 中国人 会吃大亏的 还说 这是一个 苦口良言了 结果 这个 被 他们 拉下 这个人就被 处死 处死以后 不需 他的 家人 去收尸 就可以 看见 就是 那个义和团 他 这种 当时 带来的危害 不仅仅 是给 普通老百姓 带来危害 不仅是给 那个教徒 带来危害 不仅 给外国人 带来危害 而且 也就直接影响到了 这些官员的 这种生命财产的安全 包括那个高级官员 最后的结果 大家知道 这个八国联军 很快就 拱入北京 这个义和团 望风而逃 各国家 当时 带来了 极大的痛苦 将中国 托入了 用 这个 官方的教程所说的 完全的那个 拜执民地化的 这么一种程度 所以啊 我在这儿说 就是那个义和团 随便对人的污名化 就是你当时啊 如果你戴起眼镜啊 你可能 偶尔有一句 那个阳文啊 这些都是 作为汉奸 来处理的 这个 这个的那个 危害性 大家看出 这是那个 很可怕的 义和团 是不是他 完全那么 那个糊涂 完全那么 就是那个 不可理喻 他出于真心吗 不是 他就是 借着当时 朝廷 对他们的 信任 很多人 是那个 有一种 那个公报 丝绸 紫漏 为马 从而 达到那个 胡作非为 这种 那个 目的 文革中 我们知道 他作为 这个红卫兵 作为义和团的 这个那个 一波传人啊 他也出现了 这个那个 很多荒唐的事情 这是对 不仅 那个 严重的排外 而且对自己的 那个民族的文化啊 来与一些 那个 大的那个细节 给中国造成 的那个 文化的 经济的 那个政治的 很破坏 那是 那是无以言表的 他很荒唐的 在文革中 也同样像 那个刘国生一样 他有一个 比方说 举个例子 有一个那个 关于那个台湾问题 方面的 一个那个迫害案 安徽的 黄梅系的 那个演员 就阎凤英的 当时 那个 这个一个 军代表啊 喜欢他 想接近他 想 想就让他 做自己的 这个情人 没办法 但是啊 这个人很有操守 就能拒绝他 最后 最后 阎凤英因此 而被迫害致死 被迫害致死以后 这个军代表 还由于他那种 很肮脏的 那个心理啊 他就说是 阎凤英肚子里面 藏了一个 发泡机 他又把这个肚子 打开 来看一下 他这个发泡机 是什么 看他怎么样 和台湾的国民党 特务联系的 是吧 这次文革中出现 这是其中的遗例 当然这个事情 多得不得了啊 也举不完 还有一个 新疆有一个青年 在文革中 他喊 说是 为了表达 对毛泽东 那种忠誉 说是 毛主席死 毛主席活 我活 毛主席死 我死 这句话 当时马上就被人 抓住把柄 他说 哎呀 你还说毛主席会死 毛主席会死吗 所以 这个新疆青年 当时就被判了 15年的徒刑 我们说的像那个 无罗易活堂啊 还是刚讲的那个 阎凤英啊 还是这个新疆青年 这个例子 其实这些人 旁边 最后迫害他的人 他不是说不知道 而是他就借着 当时的那种 政治环境 那种政治气氛 他做自己的文章 你说新疆青年 这个这个能说法 难道当时的人 不知道他为了表达 对毛泽东的那个忠誉吗 但是 可能有些人 他可能就想整你 就做这样一个那个动作 就要让你 就要举报你 然后置你于死地 所以我看其实 刘国生这个事件 是我们想到历史上 很多可怕的事情 就是一些人 站在 你就是那个政治正确的 这么一种高度 心怀不滚 巨心 那个变化 然后啊 就是说 用这种 政治正确的 那个大棒啊 来 报自己的死仇 来 那个 迫害 那个 他人 刘国生这个 那个事件的 那个出现 也是我联想的 那个 这个最近几年啊 以前那个 山东一个教授 邓孝超 由于转载了 关于毛泽东的一个 很隐晦的一个 对毛泽东的一些 那个批评的 这么一句话 结果邓孝超教授 他当时在那个山东啊 还是一个 在好像在省里面 还是省政协常委 也是很有社会地位的 结果这个人 受到了处罚 马上就停止了 他就去教学 迫使他们退休 还有北师大的 一个学生啊 也是由于在微博上 批评了一些 那个社会上的一些 不正常的现象 这是一个那个老师 北师大的学生 留校作为老师啊 后面又被 这个 怎么个失去公职 而且那个 这几年啊 因言获罪的这种情况 是越来越多 我现在看 就是说是像 刘国深 这样一个 有深厚官方背景 和那个高层关系的 这样一个人 而且他是台湾问题的 方面的专家 他由于发表自己的观点 也竟然遭受到了 很可怕的 这种那个 对他的这种陷害 是吧 而且他在不得不出面 避遥 这就可以 想象 中国目前啊 这种在 言论管制 舆论那个 高压这种环境下 人们的言论自由 一旦受到 打压的时候 恐怕不仅仅是 以前人们认为的那种 自由知识分子 对言论受到 那个限制 就像 呃 呃 刘国深 这样的人 这样的官方知识分子 他 也是处于危险之中 我相信 他就像那个屈原说的 他还一席而酒市 是吧 呃 他能够遇到这种情况以后 如果他不这么紧张的话 他不会 呃 通过媒体来避遥 呃 屈原 还一席而酒市 固然他表现的爱国 我相信 这个王沪宁的这位那个弟子 这个国司的这个弟子 他婚姻时 而西而酒市 他已经不是爱国了 他而是那个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他是想的 如何保住饭吧 以及那个不必 那个那个打翻在地的 这种忧虑 恐怕 他这种必遥 也有种担心 就是说 他如果不必遥 他的老师 呃 呃 某些方面 也会受到 呃 怀疑 也会受到打压 是吧 在一种呃 政治高压的 这么一种环境下 我们知道 就从 远的不说 就是文革中 职务再高 如同 就是比方像 刘少奇 邓小平 这样的人 呃 在 呃 这个 呃 这个政治上的 呃 这个不正确 当时的路线问题 现在可能就是 现在嘛 就是讲一些你 呃 这个呃 这个那个政治立场问题 是吧 呃 政治上 呃 这个那个不够 忠诚 呃 像 比方说 在那个台湾 问题上 你的立场不够鉴定 随时 有被 打翻在地的危险 好 今天的话题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万维读者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